素食者不受恶报 杀生和食肉 这两个都是恶业 有的只造一种 如食肉者未必杀生 杀生者不喜欢食肉 有的兼而有之 如杀生的屠夫 喜欢吃肉 有些调皮的人 总是想把责任推给他人 做屠夫的 把这杀生罪 推给食肉的人 每当宰猪之时 他就念念有词 猪啊猪啊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来我不宰 你像吃的去讨债 可是吃肉的人 却把罪过推给屠夫 说什么 他不卖我不买 他不杀我不吃 又说 他不是专为我而宰的 等于彼此互相推卸罪责 平心而论 都只是自圆其说 而愣且经却说得好 为力杀众生 因财网猪肉 二句是恶业 此舵叫唤欲 若无交响求 则无三尽肉 彼非无因由 事故不应食 杀生的罪暴 依华言经说 决定堕落地狱 畜生 恶鬼中 三徒受罪完了 转身为人 还得受两种恶暴 一者短命 二者多病 三徒是正暴 人中是愚暴 六道人为苦 孙儿娶祖母 牛羊席上座 六亲国内主 这是唐朝的时候 寒山大师看到一个俗家人娶媳妇 这新娘原是她的老祖母转世 同时在看到坐在沿席上 饮酒食漏的来宾 原来是过去她家里的牛马 而锅里的猪羊鱼肉 都是他们家的六亲眷属转生 大师看了 可怜六道凡夫众生 不明因果颠倒妄为 不禁悲从心起 嚎啕大哭 说出了上面这个祭子 如果是大家都戒杀素食 就没有人死为羊 养死为人之因果循环 人世间也就永无六亲国内主之夜报了